接下来这位老师呢 我要再介绍咯 大家准备纸和笔准备好了没 我们要开始就是进入另外一个老师课程 这位老师 他名叫Edmond N.黄敬祥老师 那Edmond老师他厉害在什么地方呢 他厉害在做引流 今天他就要跟我们来说引流秘方 Edmond老师是我们网络及市场行销策略师 那么曾经他是一名传统的批发鲜奶生意老板的他 就是由于学到了怎么做引流之后 成功转型并把业务加入了教学这一方面 那协助过各行各业 很多个行业包括房地产 生产商 学院 健身师 微商 软件开发商 还有好多好多传统零售的行业 发光发亮 短时间吸引到很多的客户群 大量的客户群 而且是精准的 这句才是最重要 吸引大量客户群可能很多老师都会 但是怎样吸引大量客户群 而且是精准的呢 让我们掌声欢迎 Edmond Ng 爱心飘起来 谢谢 哈喽大家好 我是Edmond 好 在现场的观众 在现场的学员 如果你有看到这个电脑画面 还有听到我的声音的话呢 请在comment里面给我一个一号一下好不好 请在comment里面给我一个一号 OK 好 那各位在这里呢 首先我先让大家知道一下 我是在这个四部可档里面呢 其中一位老师 那么呢 我是在今天将会为大家分享一个就是 引流秘籍 引流秘籍 那么这个引流秘籍是什么呢 它是在这一个什么 它是在这一个天网布局 就是在我的这个其中一个课程里面 天网布局里面呢 是扮演着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 好 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么在那个部 这个引流里面呢 是哪来做什么的呢 就是吸引陌生市场的客户权 吸引陌生市场的客户权 好 各位 我想问看一下 有谁在现场的学员 想要得到好多好多的目标客户权的 给我一个扼号一下好不好 请给我一个扼号一下好不好 好 那么在这里呢 我想问一下各位 在能力是1 人脉是0 如果今天你没有这个能力的话 就是没有这个1的话 再多的0 再多的0 还是等于0 认同不认同 认同不认同 好 那今天呢 我将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做这个引流秘籍 这个引流秘籍将会让你拥有这个的能力 在这个45分钟里面的这个分享里面 让你拥有这个能力 可以随时做到很大量的这个引流 引流到你要的目标客户权 这是第一 第二 可以做到很好的文案 然后的时候把它放在照片里面 随时可以做成交 你说好不好 你说好不好 那么呢 接下来呢 我们再跟大家看一下一下 那我的学员呢 在这里呢 给大家看 在MCO期间的时候 他只是用了六天的时间 已经做了五个数字的收入 而且还告诉我们什么东西 还告诉我们 原来老师教的东西 在三年前 是已经很前卫了 已经很前卫了 然后甚至到今天 还不会过时 依然的还是在使用 依然还是在使用 OK 那各位 在这里呢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你将会做到 好不好 你将会做到就是引流 然后的时候呢 第二 文案 24小时自动做销售的网页 这是非常重要的 没有引流 再好的这个网页 再好的文案 你也是做不到 好不好 然后的时候呢 最后进入到成交 所以各位 在这里呢 请赶快用你的手机 print screen起来 好不好 请赶快用你的手机 print screen起来 然后的时候呢 记录起来 要不然的话呢 等一下我翻页 这一个下去过后呢 你再也拿不回 拿不到了 拿不到这一个的资料了 OK 好 接下来呢 就是 首先我想告诉大家 就是在这里呢 这个天网布局呢 是因为是一个非常 厉害的这一个的课程 但是 今天我把这一个课程呢 的这个内容 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 跟大家做这个分享 在这个课程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三位老师里面 都负责的 都是不同的东西 那不同的能力 而我是专注在 引流 专注在引流 那么 如果说我们要 把这一个的 把这一个的课程 把这一个的技术 做得好的话呢 各位 我相信 我相信大家都会 认同一样东西 如果 没有 合作的团队 如果 没有核心团队 那 你再厉害也好 你还是一个人 你再厉害也好 还是一个人 那么在这里呢 这些的 核心团队呢 都是我的学员 这些核心团队呢 都是来自 全马各地 都是来自 全马各地 都是专注在 某一些领域里面 某一些领域里面 然后的时候呢 在做着我们的 这一个的课程 所以呢 我决定 我决定 当这个 Sean老师呢 在SBI 这Sean老师呢 他来找我的时候 他告诉我说 想要把这一个 我们的这个的技术 很好的技术 把它呈现出来 然后的 教更加多的学员 教更加多的 这个的商家 或者是有需要 这种能力的人 在网络上 做到成交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一套的方法 呈现出来给大家 呈现出来给大家 好不好 那么呢 在这里呢 首先 我们要做到 这个的引流密集 你一定 一定要有 第一样东西 那就是Tagget Market 那就是Tagget Market 那各位在这里呢 我想要跟大家 做一个小小的分享 这个分享呢 就是在这个Tagget Market 好多时候 如果你是在做 网络的销售的时候呢 好多人 总是会犯了一个 很重要很重要的 这个的错误 这个错误呢 就是他完全搞不懂 他的Tagget Market 是谁 但是在今天呢 我将会教大家 如何的确定 你的Tagget Market 是谁 只要你搞定了 你的这个Tagget Market 那么接下来呢 你做这个引流的时候呢 速度就将会提升 十倍 将会提升十倍 好各位 在这里呢 想不想要得到 这个十倍的 这个的引流的 这个的客户权 要的话呢 请在comment里面 给我一个十号一下好不好 请在comment里面 给我一个十号 好在这里呢 我就可以看到呢 好多学业呢 在这边呢 已经给了很多的comment 那么在这里 我们continue下来 好不好 那各位 今天呢 我直接拿出我们的落地 还有这个直接 这个case study 教大家 那么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就拿其中一个industry 就是其中一个领域 然后的时候呢 告诉大家 我们如果拿来做 这个的Tagget Market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做 那在这里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 小小的 这个的 我的这个成功案例 我就是因为 学会了这个Tagget Market 就在有一次的时候呢 就在这个三年前的时候呢 我用了这个的方法 然后的时候呢 成功的 成功的呢 在两个小时内 在吉隆坡 两个小时内 在吉隆坡呢 成交了46单的 500千 价值500千的房地产 而且呢 那个屋子呢 并不是在吉隆坡 那个屋子呢 是在马六甲 那屋子在马六甲 各位 我想问看一下 想不想要学 这一种的引流秘迹 要不要 如果想要的话呢 如果想要的话呢 可以不会再多一点的反应 可以不会再多一点的 这个的分享出去给朋友 同时间在comment里面 在comment里面 comment一个引流秘迹 好不好 引流秘迹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看一下 第一种的tugger market的方法呢 就是他们是谁 他们是谁 首先 打工族 工钱不高的人 就是其中一种的tugger market 好 只是在房地产的领域而已 再来 投资者 也是在房地产里面 也是其中一种的tugger market 再来 短期和长期的租户 也是其中一种的tugger market 再来 新代理或者是新团队成员 就是要加入房地产的 那也是其中一种的tugger market 好 各位 在这里呢 假设 你并不是在这个房地产的领域的话呢 你可以写下你其中 写下你的这个的领域 就是你的这个的生意的领域里面 然后的时候呢 只要下面写着 他们是谁 他们是谁 只要你写下他们是谁的时候呢 旁边填写下去 自然就可以找到 你要的tugger market 你要的tugger market 好 各位 在这里呢 请赶快print screen 好不好 请赶快print screen 然后呢 然后呢 在这里呢 这是第一种的tugger market 寻找tugger market的方法 是最直接 最快速的方法 好不好 那么 我们再来第二种的 好不好 第二种的 再用另外一个的industry 另外一个的领域 来做example 好吧 好 第二个呢 就是这样子的 有问题的 或者是 面对着某一些问题的人 我就拿美容 来做example就好了 我就拿美容 来做example 那么接下来 毛孔粗大 就是正在面对着 毛孔粗大问题的人 那就是另外一种的 tugger market 再来 脸上油腻的人 也是tugger market来的 但是他跟毛孔粗大 是分开的 是分开的 那么接下来 皮肤敏感的 还有呢 再接下来 有雀斑的人 有雀斑的人 好不好 那各位 如果你是美容行业的话呢 赶快print screen 那么假设你并不是 美容行业的呢 你要学的一样东西 就是 由他们正在 面对什么问题的人 只要填写起来 那就是你要正在 寻找的 target market来的 好不好 那再来 我可以不可以 再给第三个的industry 可以不可以 再给第三个industry 又是另外一种的方法 来寻找target market 好不好 如果你想要 学第三种的方法 来寻找target market的话呢 请给我一个 yes一下好不好 请给我一个yes 好不好 好 来这里呢 在这边 我们再来 我们再来 好 这个是 微商 好 看一看一下 微商 就是 想要什么的人 正在找着什么的人 好不好 那么第一 想要时间自由的人 有没有这样子的人 各位 有没有这样子的人 对不对 好 第二 想要在任何时间 都可以赚钱的人 这是另外一种 target market 好不好 那第三 我不想要做事情 然后的时候呢 给任何人看 就是 我不想要做任何 想要做事 又不看任何人的脸色 就是另外一种的target market 再来 第四种 想要赚钱 但是不靠别人的 好 这只是一个的 微商只是一个的industry 这是一个的example而已 那最重要就是 你只要print screen 你只要print screen 出来了之后 收藏起来 然后的时候呢 在格子里面 在格子里面填写你要的人就可以了 好不好 你要的人 好 那各位 现在我已经给了大家三种的方法去寻找target market了 三种的方法去寻找target market了 那么呢 你只要你找 只要你会填写这些资料下去过后呢 这个target market随时让你可以看得到 你其实在你的领域里面 在你的行业里面 你是随时可以在不同的target market里面 赚取很多很多很多的钱 赚取很多很多的钱 好 各位 我想问看一下 在现场各位 有谁想要赚很多钱的 想要赚很多钱的话呢 写下一个cash好不好 cash好不好 那么呢 我在接下来 再教大家另外一种方法 再教大家另外一种方法 那就是做吸金的方法 好不好 那这种吸金的方法呢 很快就可以让你做得到 很厉害的文案 很厉害的文案 而且这种文案的方式呢 只要你学会的话呢 就会做到类似刚才我讲的 那个case study 那就是 在两个小时内 成交 46单的 500千 价值500千的 房地产的方法 是来到面前 来到我的面前 各位 好 接下来呢 OK 我不晓得各位 各位我不晓得 我刚才讲话的速度 我刚才讲话的速度和分享的速度 会不会太快了呢 如果你觉得会太快的话呢 请给我一个5号好不好 如果你觉得太快的话呢 给我个5号 如果你觉得 可以接受我讲话的这个速度的话 请给我一个6号 给我一个6号好不好 那么我们在现场再示范一下 再测试一下这个 这个的反应好吗 这样子的话呢 我才能够知道 在这一个 我今天的分享呢 我这个分享呢 是否合适大家 这一个 听得这一个 很这个 很顺利 好不好 OK 全部都OK 是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continue下去 各位 在这里呢 当你学会到 Tagard Market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学员呢 学会了Tagard Market的时候呢 他第一件事情就告诉我 原来老师 我做这个美容 韩国美容产品的时候 我就学到了这一招 商业战略了 只要学会这个时候呢 我不再需要去靠卖产品 赚差价去赚钱 不再需要了 也不需要在红海世界里面 拼这个价格 我只需要找到 我要的Tagard Market 吸引他们过来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跟他们整合 我就可以跟他们合拼 我就可以跟他们在一起 这样我就可以创造 更大的这个收益 赚到更加多的钱 从此脱离红海 从此脱离这个 价格战的这个市场里面 各位 你想看一下 刚才教大家的 这一种的Tagard Market 虽然是很简单 但是却是一个 很Powerful的工具 这种Powerful的工具呢 就是在每一个Marketer 在网络上赚钱的 很厉害的 甚至一个月收入 一年收入七个数字 USD的Marketer 他们最终要学会一招的东西 那叫做引流数 引流 这种引流呢 是可以用在各行各业里面 绝对没有问题 绝对没有问题 好 我再给大家看另外一张 好不好 你看 我的学员呢 就是学会这种引流数 其中另外一种 就是接下来 就是Leap Magnet的方法 这种Leap Magnet的方法呢 只要学会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 那个 他要的目标客户群 带到面前来 然后的时候呢 直接做成交 再做Up Sales 再做Follow Up 这种方法呢 至少可以成交和提高 10倍 这些全部都是 就是我的学员 来告诉我 他们所学到的 好不好 他们所学到的 各位 在这边呢 我想问看一下 引流重要不重要 好 如果在学会引流的时候呢 首先一定 一定要会做到一样东西 那就是 请确定一下 请确定一下 你所找来的Taget Market 是否是你想要的 只要你这个Taget Market 是你想要的话呢 你一定 一定可以 做接下来的成交 好不好 这就是在网络营销的时候呢 无论你是哪去拍video 无论哪去做文案 无论哪去做这个广告设计也好 平面设计也好 各位 它是100%可以用 而且呢 还可以用在服务 产品 或者传统行业里面 服务和产品 在这个传统行业里面 OK 好 那各位 我想问看一下 我可以不可以 再教大家成交的formular 教大家成交的formular 这种成交的formular呢 是当你确定了Taget Market之后呢 来到面前之前呢 它需要看到一样东西 它才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想不想学 想要学的话呢 请在comment里面 comment一个成交 好不好 成交 好不好 那各位 在这边呢 我想要告诉大家一样东西 我想要告诉大家一样 那就是我的故事 我记得 我记得在 我做这个网络营销 这四年的这个时间之前 那么呢 其实我是一位传统行业的老板 那我是卖什么东西呢 我是批发鲜奶 那鲜奶就是 在农场挤了那个牛奶了过后呢 然后包杀菌 然后包装 然后就送到槟城 而当时候呢 我是一位这一个 叫什么三个州 佩拉州 槟城州 以及吉打州的这个的总代理 而那时候呢 我记得我刚开始做的时候 没有钱 我做了四个月的时间 各位 我做了四个月时间呢 我的第一笔的commission 第一次的commission 要拨给我的时候 当然就是那个公司的小姐 打电话给我了 对不对 他就说 Edmond 我们终于拿到了 你的第一笔的commission 而这个commission呢 就是四个月的commission 加起来 总数 我们即将要汇款到 你的银行户口去 而那时候呢 他跟我拿的是 银行户口号码 因为我很开心 因为他跟我讲 四个月了 四个月了 我又负责三个州 三个州哦 然后我的那个销量 我觉得还OK哦 还OK 那时候呢 我们就一直这样子送货出去 然后我就再问他下一句话 请问我这个鲜奶 这个commission是多少钱 各位你们猜看一下好不好 四个月哦 然后又三个州的总代理 然后又再批发到超市去 猜看一下好不好 大家我们给一个号码一下好不好 可能你认为讲说这个是一个 一百千 可能是两百千 可能三百千 我们就来写下一个号码好不好 给大家 我们来玩一玩这个游戏好吗 好 各位 我想跟大家讲一样东西 当他当我问下他这一句话之后呢 他给到我的反应就是 你们四个月的钱 一共是四百块马币 四百块马币 各位 那时候呢 我的眼泪哦 那时候我记得我在超市里面 我在超市里面拿着这个货 要摆那个鲜奶 摆上去这个的超市的这个的格子里面 我们讲笑里面 然后的时候呢 在冰箱里面 当我听到这个四百块的时候 刚开始我就以为很兴奋 我四个月来 可是那个时候呢 他跟我讲四百块的时候 我的眼泪哦 我根本不敢飙出来 我根本不敢飙出来 我是在哪里 眼泪是往里面吞 那那个时候呢 我就直接打一个电话 就给我父亲 就跟我父亲讲 爸 我们现在做的生意 做了四个月 我只是拿到这个四百块而已 我不晓得 我这个的生意 做对还是不对 然后我父亲就告诉我 讲说 做下去 儿子做下去 当你如果没有做下去的话呢 可能后面哦 会更糟糕 我那时候我就硬着头皮 就做下去 那我听我父亲讲 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 那么 第一次拿到了四百块 接下来的一个月拿到八百块 接下来一个月拿到一千六百块 接下来一个月拿到一千八百块 一年之后一个月拿一万块平均 再来下去 平均每个月拿两万块 各位辛苦吗 很多人讲说 我们做生意 很多人讲说我们做生意 我们一定要很努力 这是对的 绝对没有错 但是各位你们要想清楚一样东西 绝对绝对绝对在你在做生意的时候 不要不要像我这样子 花了四个月时间才拿到四百块 而且我已经结了婚 那时候 很可能我的家人 或者是外面的人都会讲说 嫁给我的那个女人 很命苦 但是我太太很支持我 我太太很支持我 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就学会了什么东西 一直要去做成交的动作 一直要学会去做引流的动作 就在那个时候我就对我自己讲说 引流 tugger market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批发的鲜奶 我们批发的鲜奶 那个时候是竞争中的非常竞争 就是在整个市场里面 因为我们的竞争对手 我们竞争对手 最少有十年以上的鲜奶 在这个市场里面 出现在这个市场里面 而我们是一个新手 而我们这个产品刚刚拿到 而且再加上这个产品 是很容易就坏掉了 一个星期就坏掉了 因为没有防腐气 各位 我说这个的故事出来 是想要告诉大家 假设你们用着那一种的方法 过去的方法 去做成交和做引流的话 你有可能会面对 像我这样子的情况 你有可能会面对像我情况 所以成交和引流 是非常重要的 引错人没有钱 引对人不会成交 等于还是零 这就是为什么 刚才我在前面的时候 就已经告诉了大家一样东西 如果你没有能力 再多的人卖 还是等于零 认同吗 所以就在那个时候 我就一定要对我自己讲 我一定要学会成交跟引流 我很幸运的 我找到了我的师父 找到了师父 教会了我这种方法 然后我就用了这个方法 再继续地做到了 很好的成绩出来 但很可惜的 我已经失去了 最少两年的时间 最少两年的时间 肚子好饿 肚子好饿 好 各位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想告诉大家 假设你想要发问任何问题 你也可以在comment里面 在comment里面问我 我将会在合适跟适当的时候 将会选择你的comment 为你解答 好不好 为你解答 那么在这里 Mark讲说 老师我要上你的课 哇 谢谢你 那么还有一位 Sharon讲说 牛也很可怜 是哦 是 OK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下成交的formula 好 在这个成交formula呢 我称它为吸经大法 为什么我称它为吸经大法呢 因为就是我过去的经验 在我过去的经验呢 就是因为没有这种技术 所以呢 吸不到经 吸不到经 好 各位 我想问看一下 想不想要学会吸经的方法 想要的话 comment一个吸经 好不好 吸经 好不好 好 那么呢 在我这边就回答一下 Lily就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旅游业的这个现阶段呢 各位 旅游业呢 现阶段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行业 为什么呢 在任何时候 在任何时候 只要国家 有这个政治的问题的时候 或者是有疫情的时候 或者是这个暴乱的时候 或者是任何时刻 或者是天灾也好 第一个 第一种行业 这种行业 就是这个旅游业 是最快最快受到 这个的 这个叫什么 影响的行业来的 影响的行业来的 所以呢 在各位 在这边呢 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 我可以不可以再跟大家 分享多一样东西 就是在我的slideshow里面 没有的 那是因为刚好 Lily就问到这个 这个问题 好 如果我可以多分享的话呢 请给我 comment一个more M-O-R-E 好不好 M-O-R-E 好 各位 在这边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样东西 那就是 在这个疫情的 这段期间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有好多行业 到今天 还不能够运作 对啊 有好多行业到今天 还不能够在市场上赚钱 对不对 有好多行业就因为了 疫情的到来 导致了所有 这个的领域 这个的行业里面 产单收场 产单收场 所以呢 如果你知道这种行业的话呢 学起来 记住这几个行业 最好不要去碰 最好不要去碰 明白了吗 如果你要去碰这种行业的话呢 请记住这一句话 把它转型 转型 转型什么意思 从重资产的方式 转为轻资产的方法 我就打一个比喻就好了 如果今天 你想要开这个饮食 这个饮食餐馆 或者是restaurant 那如果你是拿了一大笔的钱 然后的时候去投资 那个和装修 买了这个的franchise回来 可能分分钟是一个500千 或者100万 对不对 那这个 这个你一买回来的时候呢 你还要去聘请员工 那员工还要薪水 那么你只能够做到local business而已 这种我们就称为重资产 重资产 但是新一代的呢 并不是这样子的 新一代怎么做 只要在家 或者是做联盟的方法 只要找好多好多 这一个的合格的 这个或者是师傅 只要找一个central kitchen出来 然后的时候呢 做出这种的食物 通过网络的方法 可以直接送到家里去 当然条件什么 你所卖的这个的食品呢 一定要能够通过运输的方式 然后送到你的客户手上去 各位 这种方法呢 在疫情的事情发生之后呢 尤其是在中国 请各位多去看看中国的 尤其在抖音里面 你将会看到好多这种的食品哦 已经是不再要开店了 直接包装 封起来 然后的时候放进冰箱 然后的时候送到家里去 只要盯一下就可以了 在中国 各位 已经是在 我相信在中国 整个全世界里面 是最安全的国家 也就是在中国 现在疫情已经好转了 那么现在这个时候 他们的这个的商业 已经开始复苏回来 你就可以看得到 马来西亚即将会步 中国的后面的 这个的现在的阶段走过去 如果中国现在所发生的事情 将会出现在马来西亚 这就是一种趋势 这种趋势呢 你不要再去猜 直接去看 那个国家的人 那个国家的市场 那个国家的领域 他们改变了什么东西 你现在就直接去改变了 好不好 好 这个是我为大家分享的 好不好 那么在这里呢 如果你喜欢我这个分享的话呢 请给我一个 五号一下 好不好 五号一下 那么在这里呢 Shirney就讲说 老师对ABMB行业 有什么看法呢 好 ABMB的行业呢 是一种 如果你投资的越多的话呢 这样你就是属于重资产 那么如果你想要 把它改为轻资产的话呢 我将会给大家 另外一种方法 好不好 那么现在因为我的时间上呢 还允许我解答 如果你 如果你要我做这个 例子的话呢 请给我一个五号 记得 那各位 重资产的方法 就是你买了好多的物质 然后的时候呢 去做管理 或者去做ABMB 这是重资产 好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 请记住 把别人的物质 把别人的物质 然后的时候呢 借过来 借过来 然后呢 通过你的商业模式 通过你的商业模式 然后呢 然后呢 通过网络上 把你要的Tag & Market 带进来你的平台里面 带进来你的平台里面 然后你来做管理 屋子 公屋 这种重资产的事情 不关你的事 但是赚钱 每一间屋子的赚钱 全部跟你有关 记住这个 这是轻资产的方法 但是却是赚最快的钱 也是最好 也是最solid的方法来的 所以呢 平台是一种赚钱的方式 好不好 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些小小的建议 OK 好 那么在这里呢 就是 在这里呢 就是 吸金大法 要怎么用呢 各位 好不好 在这里呢 我想教大家一样东西 就是 各位 当我们要用吸金大法的话呢 首先你一定要记住 你一定要记住 在我们购买任何东西之前 在我们购买任何东西之前 人一定是会有出现担心 明白吗 担心 好 当你买东西之后 当你买东西之后 就会出现 我害怕 我害怕 我就打个比喻这样子 今天我介绍了你一间屋子 今天我介绍你的房地 这个什么 保险 今天我介绍了你购买手机 今天我介绍了你购买任何东西 在你买东西之前 就是拿钱之前 你一定会想着 我很担心 某一些事情会发生 明白吗 当你现在又要拿钱买的时候呢 你又买不下手 怎么办 是因为 你 他担心买了之后 他会很害怕 某些事情会出现 好 各位 永远记住这个formular 就那么简单而已 这两个 担心跟害怕 将会帮你做到 很非常非常的 引到这个目标客户群的方法 来到你的面前 而且这种方法 各位 就是我拿来成交什么东西 46单 500千房地产的物质 当然我不只是这个case study 我还有好多 等下我后面给你看更加多好不好 给你看更加多好不好 所以请记住 赶快print screen 好不好 赶快print screen起来 好 那这里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我依然是 那房地产来做example 好 那我们来试一试来玩这个游戏 好吗 试一试来玩这个游戏 我们的target market呢 就是打公主 工钱不高的人 打公主 工钱不高的人 好 再看一下 今天 打公主 工钱不高的人 他在买物质之前 他是不是在担心这几样东西 你一定要写起来 各位 你一定要写起来 各位 写文案 并不难 写文案 文采未必一定要很好 写文案 各位 未必一定要去读到很厉害的 很高的 这个很高级别的 这个中文 中文系 未必 各位我告诉你们 我只是form 3 boy而已 我只是form 3 boy而已 我没有读form 4 我没有读form 5 当然 我跳关 我不是成绩很好 我那时候呢 我考试的时候 我在PMR考试 猜看一下我的成绩是多少 各位 猜看一下 我的成绩是5个E 3个D 严格上来讲 fail到完 我的PMR 我的成绩 fail到完 完全不合格 而且5个E里面 其中一个E 就是我的中文 就是我的华语 但是今天我可以靠 文案来赚钱 是因为我会formular 是因为我会formular 好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再回来 这个房地产这一边 我们的大哥 就是打工足 工钱不高的人 首先第一就是 你一定要确定一样东西 在一个人购买东西之前 他担心什么 然后的时候 把它写起来 所以在这里 就是我这个的example 就给了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担心我资料不足 对不对 我担心我申请不到银行贷款 我担心我没有手期 我买不到屋子 对不对 我担心我的这个budget不够 我担心我薪水不够高 对不对 所以你想到多少 你可以写起来 你想到什么 你可以写起来 就是我在购买东西之前 就是我担心的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要写什么呢 我们要写什么呢 就是 来来 after after就是 假设我在买之前 我现在我想要买了 对不对 但是我会想一样东西 我买了物质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 有什么事情你会想到的 假设我今天 我买了物质之后 我供不起物质 会不会我这样想 没钱装修 我有手期买 但是我没钱装修 有没有可能 我害怕 我买了物质装修过后 我没有钱买家居 对不对 还有呢 我把所有的雏息 都拿来买物质 我没有钱可以再用了 我这样子娶老婆啊 我对不对 好 再来 我担心我买了之后 现在的情况 很难找租户啊 找不到租户 还有呢 买了过后 不知道会不会不升值啊 等下掉下来怎么办 我害怕这些东西 很多很多很多发生 各位 要成交一个人 你一定要记住 要成交一个人 引对的人来 你不会成交 到最后你还是输掉 一切等于是零 因为你不知道 当一个人 在购买给你钱之前的时候 他是担心跟害怕 他是担心跟害怕 你的工作呢 是在什么 就是只要拿一支笔 和一张纸 写起来而已 写什么 写越多人家的担心 写越多人家的害怕 写起来 因为我不是房地产的行业里面 我只是一位做Marketer 我只是一家企业公司里面的 背后的隐藏人物 我专门在做布局 我专门在设计所有的引流 我专门在设计整家公司的战略 我专门在设计一家公司 从没有到有 到如何整合 到如何去merger起来 从一家公司 变成有很多家的子公司在里面 这是我的专长 当我要做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后面刚才我们跟你讲的 merger起来的公司的时候 我一定要会一样东西 那就是引流 因为那个引流数来到我面前 我引流了对的Marketer 来到我面前的时候 我要成交它 跟我merger在一起 我一定要懂怎么来成交 所以这套的formula 我是很少很少来告诉大家 好 各位在这边 有没有学到东西 but before I continue下去 教大家写文案的时候 这些文案全部都是 从这些的重点拿出来的 before I continue下去 如果你有学到的话 你有学到的话 在这个comment里面 可以不可以给我一个comment 是不可挡 为什么我讲它是不可挡 因为这个方法给了你过后 这个是就来了 你就可以赚钱了 好不好 给我一个comment 是不可挡 好不好 可以 好 那这里呢 再来给大家一个love一下好不好 好 那接下来在这边 看一看 各位 文案要来了 文案要来了 我是怎么把它变出来 这个一变出来的时候呢 你就会看得到 你是可以做夸借 打劫的人 夸借 打劫的人 OK 好 一样是房地产的 一样是把这个before跟after拿出来 把这个before跟after拿出来 接下来的一件事情 我相信大家都会 我相信大家都会 那是什么 同意词跟反意词 对不对 应该会嘛 对不对 或者是倒转回来 应该会嘛 是不是 那就是把你现在的 现在所写的日 把你现在所写的日 你能够解决的问题 现在他是担心 他是害怕 你能够解决他的害怕 你能够解决他的担心的时候 各位 那就是你赚钱的时候 假设现在在before跟after这边 有十几样东西 你能解决他的东西 解决他的事情越多的话呢 这个客户群 一定非你莫属 一定非你莫属 因为在外面没有人做到 只有你做到 明白吗 好 那各位 before我把这个文案 拿出来之前呢 我想要告诉大家一样东西 那样东西是什么 我要走近一点 给大家看看我嘛 对不对 OK 那开玩笑的 那就是 这套的方法 像我刚才讲的 成交46单的房地产 对不对 那是在我四年前 三年前四年前的时候 用的方法 而那个时候呢 我用这套方法之前的时候呢 有一位老板来找我 有一位老板来找我 他就讲说 Edmond 我想要找你帮我 写文案跟引流 我要的人来到我面前 我就只是告诉他 讲说 before跟after这个东西而已 然后呢 我要求讲说 能不能够解决 以上的刚才 before跟after的方法 十分钟过后 他call back我 他告诉我 Edmond 你所讲的 你所的要求 我全部都可以做得到 然后我就告诉他 好 这个project我接 当我告诉他 这个project我接的时候 当时候呢 他告诉我 是在马六甲屋子 那我再问他 是在哪里举办呢 这个讲座会 然后他讲 在吉隆坡 哇 吉隆坡卖马六甲 就是刚才我讲的 然后他再给我一个条件 再给我一个条件说 当这个屋子 广告出去的时候 首先不可以提到 这间屋子 不可以讲到 这家公司 不可以提到 这间屋子的大小 不可以讲到 这个屋子的位置 在哪里 我要怎么卖 各位 我要怎么卖 所以我们必须要 把人拉到面前来 只要从网络 把人拉到面前来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 把这一套的 这个屋子在哪里 尺寸大小 要怎么买 对不对 它长什么样子 我们才可以把它呈现出来 意思是讲说 你只能够把人带到面前来的时候 而且他又想要买屋子的那一种人 来到面前 然后他才知道 讲说这间屋子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他又下单购买 是一件非常非常难做的事情 而那个时候是三四年前 而那一套方法 我是全马第一位 写出这套文案的方法 然后过了到今天 这个文案 等一下我开给你们看的时候 这个文案 这个方法来到今天 已经是不能够用了 不过 不过 before跟after 这个的密集 一样可以用在其他的行业上 这个密集 一样可以用在其他的行业上 只不过我把我过去的 这一套的方法 带给大家 好不好 各位 然后这边 用银行的钱 购买两间以上的物质 这句话 解决了什么问题 这句话 解决了 我没有首期的钱 明白了没有 我又申请不到银行贷款的 银行贷款的 这一个的问题 还有 这一个 我又怕供不起 对不对 好 第二句话 五年不必供 看到吗 解决了 供不起的问题 包装修 装修也包给你了 所以 包家具 不够钱 买家具 也包在里面了 是还是不是 还有 又帮你解决 管理找租户的问题 你又怕 刚才你讲 里面刚才你讲说 怕了买了之后租不出去 最后再给你现金二十千 给你去娶老婆 各位 这个标题一出去过后 我只用了九天的时间 九天的时间而已 各位 这九天的时间 总共把了三百三十位 的客户的名单 在我手上 然后出席的人数 一百五十六位 成交率 三十多个percent 三十多个percent 四十六个人 现场给钱 现场给钱 我就是用了这套的方法 夸借打劫 进入了不是我的行业里面的人 赚钱 这只是其中一个而已 这只是其中一个领域而已 好不好 那各位 在这边呢 有没有学到 如果有学到的话呢 如果有学到的话呢 请给我一个yes一下好不好 请给我一个yes一下好不好 好 各位 再来 那这个方法呢 是我们的技术呢 就是从网络把人带到面前来 这是第一种啦 那么同样的这个方法呢 是可以用在把人带到你的网页里面进去 那么等一下接下来呢 我会给大家看到example 好不好 给大家看到example 好 各位 我喝一口水好不好 喝口水一下 我感觉到我用了很大的力量 去解释和呈现这个东西出来 OK 好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啊 13分钟是吗 OK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 我给大家另外一个case study 好不好 那么另外一个case study呢 就是 before给大家 看一下 当你有了这个标题的时候 你只要去google找一张照片 只要去google找一张照片 把你刚才写的句子 把它放在里面 通过facebook广告出去 能够看到这些话 给勾进来的人呢 就是你要的打个market 你要的打个market 成交率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 好 赶快bring screen出来 那么我们就next了 好不好 那么接下来 这个我就不多讲了 那各位 在这里呢 有一句话是什么 问题越大 等于越值钱 英文就是 the biggest problem equal to the biggest money 刚才的示范的时候呢 before after呢 我们的目的只是要找出 人家的害怕 跟人家的担心 当你找得到的时候呢 假设你没有解决方法 你依然还是赚不到钱 你要怎样去找到解决方法呢 两种 第一种呢 你自己去学 怎样去解决 对不对 你去学这种能力出来 对不对 第二种呢 去借人家的力 去借人家的 这个的能力回来 比如说 我去找了 某个人 可能 假设 Mr.Dun Mr.Dun呢 是很厉害 在这个房地产的 这样我就把Mr.Dun 给带过来说 Mr.Dun 首先 今天 我会去找到 我的目标客户群 这个目标客户群呢 是你想要的 Mr.Dun 请问Mr.Dun 如果我找来之后呢 你能不能够帮我 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你能帮我 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 请问你要分我多少钱 所以各位 问题越大 越值钱 当你懂这个道理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记住 学会用轻资产的方法 从左手 把陌生市场 或者目标客户群的人 给引到你的面前来 再从右手 找谁 找你要的 合作伙伴 联盟在一起 把人给带过来 在中间而已 带过去 你就可以赚了好多的钱 这套方法就是通过网络 一样可以做得到 传统行业 一样可以做得到 就算是那一个产品 再贵也好 就好像看我讲的 五百千的这种物质 这种方法 我一样可以做得到 再便宜的产品 绝对都没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用的方法 全部都是来自哪里呢 传统行业 为什么 我来自传统行业的 这一种的畜生的人 我知道说 传统行业的辛苦 传统行业 现在你面对什么样的问题 我又是走F&B的 尤其是现在F&B的行业里面 非常糟糕 就好像刚才大家有看到 Nicole 对不对 Nicole她介绍了 她是这个传统行业 这个 sorry 这个F&B的批发商 那么他们全部人都面对了一个 最极度极度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 好多F&B 不懂得如何引流 那各位 假设今天你懂得引流的话 你今天你F&B 又懂得怎样去转上去 做这个直播 转上去做这个轻资产的方法的话呢 各位 你的行业绝对绝对 你现在的生意绝对绝对 是不会有遇到问题的 绝对不会的 要懂得如何转型 借用新媒体营销的方法 你自然你的公司 一定从重资产转去轻资产 让你的利润更高 让你的利润更高 好不好 那么呢 就好像刚才永任老师 有提到一点东西 做直播应该怎么做 过程中应该怎么做互动 然后怎么做成交 怎么去跟客户 怎么跟你的观众 来去做个更连接关系 然后怎样走下去下一步 全部都非常重要的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 接下来呢 就是 Joan讲说 老师的思维真的是一流 OK 那么Audrey讲说 资源整合 绝对没有错 资源整合 那么接下来这里呢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 团队 那么这种团队的方法 可以让你用在房地产 你可以让你用在保险 你可以用在那个微商 都可以的 但是首先你一定要记住 团队 招团队的方法 或者招成员的方法 绝对不能够在以前的方式 不能再够用以前的方式了 好 那这里呢 就是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快速的代过好不好 快速的代过 那就是 一样的 我们用什么 确定我们的大哥market 再来 我担心 是不是 然后的时候呢 再来 我害怕 对啊 是不是 好 现在赶快print screen起来 好不好 print screen起来 然后的时候呢 接下来 是什么 首先 把你的这个的 能够解决的问题 把它放在哪里 把它放在照片里面 把你能够做到的东西 所以呢 现在找领队 找这个团队 首先 领导 最好是能够做直播 假设能够做直播的话呢 只要你的团队 能够带人过来 上去网络上 这样 我不需要投资任何钱 我都可以赚钱 我只要做什么 分享就可以做得到了 分享就可以做得到了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张照片 然后赶快print screen起来 是 那么呢 因为这个时间上的关系 我不能够分享太多 我不能够分享太多 所以呢 在这里呢 大致上来讲呢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更快速的带过好不好 那同样的 这张照片呢 也是用在美容里面 也是用这种方法设计出来 美容 移动美容师 也是用这种设计出来 再来 软件 也是这种设计出来 全部也是我handle过的 这个project来的 这也是软件的 再来 甚至连瘦身运动 我的学员 已经是在两年前 Facebook直播了 瘦身健康行业 甚至加上MLM的方式 网络课程的方式 也是直接做成交 好 再来 头发行业 也是这样子 再来 甚至中国老师的 这个的 商业模式的 也是这样子过来 所以呢 各位 如果你有团队的话呢 你做出来的照片 好像我这样子 有团队的话呢 做出来照片 更加不一样 就好像我天王布局的 再来 也是天王布局的 它是不同的设计 有这种比较branding的方法 而设计出来的 好不好 各位 在这边 在这边 我想问看一下 before我继续下去 在这里 我想问他 有没有学到东西 如果有学到的话呢 请给我一个 big yes 一下好不好 给我一个big yes 好不好 好 在这里呢 Denson讲说 老师好久不见 老师 因为在这里有好多 都是我的学员 好 那么在这里呢 就是 Jackman讲说 老师 还是在F&B行业吗 我不是在F&B行业了 那么在这里呢 最后 各位 如果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更加多 引流的方式 你说好还是不好 如果我还有更厉害的引流的方式 更厉害的Formula 让你马上学 马上用 马上改 马上出市场 直接看到结果 好吗 如果你想要的话呢 各位 在这里呢 我就像永乐老师刚才有提到 就是 如果我们能够提供更好的技术 更好的方法 呈现给大家的话呢 你一定可以改变你的未来 就只有现在这个新营销媒体 能够让你做得到 在这里呢 可以让大家知道 就是第一位呢 就是Davidra老师 将会教大家如何拍摄video 再来 Shana老师教大家如何成交的配套 再来 我将会教大家更厉害的引流的密集 还有 Jackie会老师教大家 如何去管理你的客户 有了人了之后 有了人之后 你要这样子去管理 这样子留人 那是最重要的另外一部分 然后再来直播的方法之后呢 如何透过新媒体 把故事讲出去 带更加多的人 成交更加多的人过来 所以各位 在这一边呢 六位老师 包括了我的引流的密集 将会呈现给大家 将会呈现给大家 那么这个课程呢 就是一千九百九十五块 那再来各位 如果你今天有购买这个课程的话呢 请点击以下的链接好不好 请点击以下的链接 如果你有购买这个课程的话呢 各位 我在送你什么东西 exclusive bonuses only for我的学员 或者是在今天 甚至有没有老师的学员 我一样送给他们好不好 引流的密集更厉害的 所以再来看一下 exclusive bonuses 看 我在送给大家三天 另外的三天 除了我的这个两天的课程以外 我在送你们三天的 天网布局更厉害的 引流数 成交数 这是价值四百九十九块 再来 创富之道吉隆坡一天的线下课程 价值七百九十九块 那是在八月份的时候 或者在九月份的时候 那我们要试回MCO是否有开放 对不对 好 再来 成交目标客户群的网页 就是landing page 这个价值一百九十九块 里面的video 我全部送给你们好不好 全部送给大家 一样的 还是一千九百九十五 一千九百九十五 好 那各位 在这里呢 因为由于时间上的关系 时间上的关系呢 我不能够再分享更加多 but 我希望有一天 我能够为大家呈现更加多 我能够为你们 教你们更加多的东西 好不好 为你们快速的解决 快速的解决 这个问题 就是营销的问题 好 那各位 在这里呢 就是我的分享呢 大致上到这里为止 如果你想要问我更加多问题的话呢 请在这个我们的FB group里面 随时发问问题 谢谢大家 Edmond老师 学员说 老师是大师 也是我的老师 就很多很多学员都在下面分享 说Edmond老师真的感觉 他在用心 用自己的大爱 在分享 无私的分享 所有所有的秘诀 所以大家 你们看到了吗 你知道在疫情的时候 在我们经济这么艰难的时候 还是有很多本地著名的 营销老师 管理老师 真的是站出来 跟我们护航 跟我们挺起来 所以你们还在害怕什么呢 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对不对 那再次的 非常感谢我们Edmond老师 再来个赞赞赞 给她赞赞赞的飘起来 好不好 给我们Edmond老师 感受到大家的 对她的感激 再次的谢谢Edmond老师